好 刚看到这中秋连续假期的出游人潮真的是塞爆了 指挥官陈时中他也特别提醒 轻松出游不代表可以防疫松懈 同时也宣布9月21号之后到10月4号 依然是维持二级警戒 会展场馆是有条件的开放 不过呢 这歌厅舞厅等等场所依旧是继续的关闭 而今天佳林不见了 又新增一例本土的确诊个案是在台北市 中秋连假就怕有个万一指挥中心宣布 全国二级警戒继续维持到10月4号 后续在市情况滚动式修订 单时会展活动有条件开放 想办活动还有限制容留人数上限 以总面积除以二点二五平方公尺计算 会议才没花做 使用总摊位面积以租用展区的百分之四十为上限 六成以上的工作人员要施打完第一剂疫苗 分流上班 环境必须定时清洁消毒 此外 歌厅 舞厅 酒吧等场所还是占不开放 毕竟中秋廉假才维持一天的佳林 十九号又多了一例本土确诊 指挥中英说这起个案六十多岁女性 CT值三十四 她是案一六二二七的母亲 九月十号住院裁剪是阴性 后来女儿陪病裁剪确诊 十七号卫生单位再裁剪 十九号确诊 相关接触者卫生局持续疫调匡列 中秋廉假各景点满满都是人潮 指挥官陈时中不免哭口婆心 提醒再提醒 这两天出游的人非常的多 那我还觉得在有一些海域 平常上来之后都没有把口罩戴好 我们让大家放轻松的出游 但并不代表说防疫松懈 愉快的中秋假期 千万别忘落实防疫 否则疫情再升级 大家又要绷紧神经过日子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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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